剛剛的話是把全部資料讀進來 應該沒問題 可是比較會有問題的就是 如果我要限制第幾筆到第幾筆 也就是前十個會員的話 那這個時候特別注意 你就必須要把它改成用所謂的那個ReadLive Read有沒有 後面加一個Live Live加S喔 ReadLive 那它就會幫我把這個資料變成一個串列 所以喔 那當然一般習慣是這樣 我就是會先在上面多加一個變數 也許叫一個叫哪一個串列 我習慣命名方式是 第一個串列就是11 第二個串列就是12 然後把讀到的這個串列直接先丟進來 然後也許你可以把它Print 不過我們要的結果是前十個的話 所以特別注意喔 底下的部分的話就是我要前十個 那怎麼抓前十個啦 但其實有幾個方法 只要是串列後面 如果你要十個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就是 要不就是在這個ReadLive後面加一個中刮弧 然後你可以跟它講說第0 0的話其實就第一啦 因爲所以你指定0開始 到哪邊停下來 OK 這邊注意喔 它一樣跟那個Range一樣喔 就是說如果你要到 比如說第一欄是欄的名稱 然後等於是編號 1 2 3 一直到10 實際上就是到11 那如果11停下來的話 那記得尾巴這個一定要 停下來的那個不會輸出啦 所以如果理論上應該是我們要輸出到0到10 所以記得尾巴這邊給一個11 好 那你假設你再print一下 這個時候我把print的話 假如我print的是list1的話 那得到應該 你會發現這不會是50個會員 有沒有 所以它這邊可以限制說你要的比數啦 有沒有發現它應該是print到第10個 也沒錯 那後面的就不幫你輸出 所以喔 如果你假如說你得到的 當然你這個可以放這邊也可以 放在這邊也可以啦 print的地方 那假如說我讀取的地方 只要是前10個會員的話 那可以寫成這樣子 好 但問題來了 你會發現那print出來 它還是一個串列 可是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狀況 也就是一筆一筆輸出 因為像看起來怪怪的 OK 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是要的 橫向一列一列的幫我輸出 所以呢 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要橫向一列列輸出的話 那變成跟剛剛那個一個一個讀出來 把它寫出去 我們之前那個範疑是 一個讀出來轉型之後存回去 這地方不是喔 這地方是什麼 把它一個個讀出來 當然我們可以這樣有幾個寫法 如果你不加這個敘述的話 你是可以在底下這邊跟它講範圍 for i 所以這個還滿常見的 for i in range 那我剛才有講過 範圍就0開始 如果你要全部讀的話 那就是 因為總共應該50個會員加藍位名稱嘛 所以應該是從0開始 那最尾巴應該就50 所以這邊應該是多少 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方法 我講過 你剛才用l1n 你不用算 反正你就把這個串列 直接放在這邊 然後後面加一個冒號 不過這個是全部喔 假如說你要讀那個1到10號的話 那有另外一個寫法 然後enter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是 這邊有一個 一個抽物訊息 in range l1n 把list1放進來 讓它算一下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print 如果你要族行去讀取的話 那你就print 然後把這個 這個有沒有 list1放到這邊來 然後給一個中國阿虎 中國阿虎是第幾個 第i個 因為這個上面的i 是從這個清單而來的 然後範圍是從0到 它總共假如說應該是51列吧 所以51到50 所以0到50print 所以它第一個0 那print出去的話 應該會print這個裡面的資料 也就print這個資料 然後再print第二個資料 抓出來之後 print第二個資料 再第三個資料 一直在一推 OK 但是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資料尾巴的話是有換行 所以如果換行 我們print一下看看 那可能會發生一個問題 因為print本身會換行 那你這邊又有一個換行 那可能會變成兩個換行 OK 試試看好了 所以你寫完之後的話 有沒有 那我這個是全部啦 先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它就會造成 輸出的話是全部 所以50個會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輸出到前10個的話 那你就是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 LEN這邊 不要全部 改成應該改多少 0要嘛 那因為剛好編號 所以它這個 它這個順序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就是 這邊是0 這邊是1 所以應該是要到10嘛 那這個到11就停 所以STOP在11 所以這邊記得 把它輸入 輸入11 OK 好 試一下 當然有時候你如果print發現錯誤 你再改一下就可以了 只是說最好如果可以的話 知道說要到哪邊 它執行 那你可以看到 編號有啦 但是編號 這一行的尾巴有反斜線N 輸出10 沒錯 那如果說我假設 要改一個問題 尾巴多了一個反斜線N的話 那怎麼把它去掉 OK 其實要把它去掉有幾個方法 以後如果你遇到類似像這種狀況 尾巴會多一些字圓你不要的話 那你可能會需要再多學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輸出的這個 這個串列的第幾個 它其實就是一個字串 尾巴加上一個點什麼 點strip 這邊你打一個ST 那strip的話 它會問你說 你要清掉什麼東西 OK 那你可以跟它講說 我要清掉的是換行 我記得好像這樣的方式 它就可以幫我把什麼 如果輸出的時候 假如說它的 特別注意 strip只針對頭跟尾 如果它的資料在中間就不行 如果資料在中間的話 你可能要把它換成像那個replace replace是可以啦 那strip只有增加前面跟後面 那如果說我今天剛好那個返形電梯 剛好在最尾巴 所以符合這個條件 那strip一下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我增加了一個什麼呢 這個strip有沒有 換行拿掉 那這個時候本來會變兩個換行 那這個時候就變成只有一個換行 這樣比較正常一點 OK 1到10號就出來了 好 那當然第一個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呢 以後如果你要取得的是一個trip 所以啊 第一個 讀取的話一定要讀取成串列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用那個 不要讀取成串列 我要讀取成這個什麼 這個文字用read 那可不可以 其實也是可以啦 可是很麻煩 變成你要再去切字串 比如說切到哪個 切到這個的後面 那這個後面應該是11豆點吧 那一個方法 你可以尋找11豆點的位置 然後從0到它的位置這裡切出來 其實也可以 這是很麻煩啦 像切到不用串列的方式輸出 會比較簡單啦 OK 當然可以切字串 可是我不建議啦 因為這樣很複雜 麻煩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範圍 有沒有read 那個for eye in range 從哪一個到哪一個 當然你未來如果要換 你說老師 那我不要從 第1到10號 我要11到20號 那怎麼辦 所以11到20號的話 當然上面藍位名稱還是一樣 可是後面的資料就不一樣 那要怎麼改 所以這裡的話 你可能就是需要兩個printer 也許啦 如果printer的話 當然這個printer可以拿掉 因為這個是print的那個list11 那所以假如說我要改成第11號到20號 11到20號 那藍位名稱一定要先輸出 對不對 然後再輸出11到20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這樣做 print的話 先print的藍位名稱 藍位名稱的話實際上是list0 有沒有 這固定的 一定不會變 反正list0就一定是藍位名稱 那一樣先把他的 藍位 這個尾巴的換行一定拿掉 然後再把那個範圍改掉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先藍位名稱 然後再把他的範圍應該是從 這應該11號也是11啦 然後到哪裡呢 到20 20的話呢 他應該要跑到20的下一個 所以記得喔 停下來的stop位置21 應該這樣嘛 試一下 所以理論上 如果我要把11到10 改成11到20的話 那就這樣 這個是先輸出 藍位名稱 再輸出11到20的資料 我執行看看 有沒有 先輸入藍位名稱 那他是什麼 list0嘛 所以這個的話就輸出到這裡 那範圍的話因為11 所以11剛好就是這個 到21 所以他應該會抓前一個20 那20剛好是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 取得對你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啦 你是某個區間的資料的話 那就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但是開頭一定是一樣的啦 好 OK 所以 第一個呢 我們是先 假設抓到了 當然我們練習的話是 把它恢復一下 所以其實當然如果你假設要 一體適用的話以後 就是一定從0開始 從0然後這邊改回來好了 改成11 那開頭的話 因為0就在最前面 所以不需要 把它執行一下 0到11 應該就是這樣 OK 這個是第一個step 第一個要求 那還有第二個要求 如果我們現在已經前10個會員 那假如說我希望 所以特別是我剛剛寫的程式 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參考 基本上在第9頁的地方 SWIP 那第二個需求 這個在第9頁的地方 那第二個需求 這個就比較難了 目前的話是5個欄位 可是我們常常會遇到說 我要的不是全部啦 因為我其實我要做報表的欄位 其實只是其中的可能某個欄位 或某兩個欄位 那可能我只需要那兩個欄位就好了 其他我不要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辦 所以我希望幫我改成 五個欄位裡面取姓名跟手機就好了 而不是全部 那你可以看到 姓名的話 他在這個欄位裡面的第二欄 然後手機在第五欄 但是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放在串列裡面 他的編號還是從0開始 所以以後要取的話 可能要編號通通要減1 可能第二欄就變成編號 所以你值就1 那如果你是第五欄的話 那所以你值就變4了 也就是要取1跟4的資料出來 其他不要 那這樣怎麼做 怎麼取 這邊也沒辦法塗瓦鍊 你不能負這個貼貼 不可能 所以接下來的話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這要怎麼做呢 你們可以看 因為剛剛我們不是用了一個 所謂的切割函數 Split 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中間分隔的是什麼 分隔的是豆點 所以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串文字 有沒有 然後後面加一個點 Split 切割 其實有點像以色列裡面的資料剖析 然後資料剖析不是剖開來 那其實道理一模一樣的 那剖完之後呢 它回來 Return 回來我剛剛講過 一定會是一個串列 那我們其實可以把這個串列裡面 只要抓它的1跟4就好了 有沒有 不要從0開始 因為總共5個嘛 5個欄位就0到4 那我只要1到4留下來 其他不要 這樣就OK了嗎 有沒有 所以應該要把層次加哪裡呢 其實應該加在這裡吧 這個後面的話 需要再加什麼 把需要的那一列有沒有 幫我怎麼樣 把它剖開來 但是剖開來 前面可能需要有一個串列去接它 那接它之後再留下它那個串列裡面1跟4 print的出來 就OK了 試試看好了 再想想看好了 我看完 我看完 的